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柜子手 在临上刑场前 师父曾经告诫过他 但我们这一行杀虐太重 不能杀过一百个人 万事都要留一线 然而他却没有听师父的劝告 最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砍下了三百个人头 晚年时期却孤苦无依 报应缠身 这位柜子手究竟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人生经历呢 他叫做邓海山 曾经在满清时期让人闻风丧胆 有过风光无限 但是最终结局却十分奇惨 柜子手在古代一直都是个下酒流的行业 因为只有心狠心冷脾气硬的人 才能干得了这一行 长年累月下来 柜子手们难免就浑身力气 让人不敢靠近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去当心水低 又被人瞧不起的柜子手呢 其实邓海山能走上这一行 完全是因为他小时候一件事情 让他远近闻名 邓海山的老家 有一个阴森森的老宅子 别说是晚上 就算是白天 也没人敢进 人们都躲得远远的 不过邓海山却不害怕 总是一个人跑去老宅子里玩 一些同伴们都把他当成是怪人 不愿意靠近他 时间久了 人人都知道邓海山没有心肺 当时有个有名的柜子手叫做佟少奇 他听说这件事以后 认定邓海山是快当柜子手的料 就辗转找到了他 把他收下当了徒弟 那个时候邓海山家里贫穷 每天吃不饱饭 现在有了一条前路 虽然不是那么光鲜 但是能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邓海山一咬牙 就认了佟少奇当师父 从此走上了一条 被人们避之不及的道路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柜子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入行的第一步 就是先去现场观看行刑 增加他的心理抵抗力 虽然邓海山从小就以胆子大出名 但是观看行刑 可不是跟住老宅子一个概念 这让邓海山很长一段时间 都吐得昏天黑地 整晚被噩梦惊醒 佟少奇就强行带着他四处奔走 一直到邓海山逐渐习惯了这个场景 这才进行下一步的练刀法 柜子手这个工作不简单 并不是有一点心理素质就能学会的 佟少奇每天都摆着一个冬瓜 在冬瓜上画一条线 要求邓海山顺着线砍下去 不能砍歪 令佟少奇没想到的是 邓海山第一次做就十分出色 冬瓜的切口不偏不倚 这让他无比感慨 果然有人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料 随后佟少奇就渐渐让他拿槐树桌椅练习 邓海山对这项技能也逐渐的熟悉了起来 当他正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现实跟自己想象的有着非常大的偏差 柜子手也有风光无限的时候 这是怎么回事呢 柜子手这个行业远比人们想象的风光 这简直是颠覆了邓海山的认知 也坚定了他的信念 佟少奇的手艺非常好 据说能一刀落下 让犯人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 在封建王朝的时代 其实很多犯人本身罪不至死 虽然柜子手看起来很冷血可怕 但是实际上 佟少奇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也会对一些犯人产生怜悯之情 很多犯人的家属都会花钱送礼 祈求佟少奇能让犯人走得体面没有痛苦 佟少奇也常常会动容 只要收了钱 他就会尽力去做的 因此他在收入上一直都非常可观 甚至还无比的疯狂 邓海山正式的职业生涯 是从砍杀牲畜开始 以前砍冬瓜的练习 已经让他非常的熟悉 但是毕竟还没有真正杀过生 不算是开端 直到有一次 他的师父突然生了一场病 磨床不起 但是眼看行刑的时间将近 最终他把徒弟邓海山推荐了上去 在行刑之前 邓海山就按照师父的吩咐 先烧上三根香 顶礼叩拜之后 再插到香炉里 一来是敬拜祖师爷 二来是告慰亡灵 三来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以前都是练习 然而这一次邓海山是真正出山了 第一次行刑 他完成得很好 还得到了应有的报酬 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酬劳 对于这个职业 邓海山没有什么负担 对他来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而他也是为了讨口饭吃 关于很多所谓的忌讳 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正因为他这个完全看得开的心态 让他混得如鱼得水 一般犯人都是秋后问战 所以邓海山真正忙碌的时候 都是在秋后三个月 平常工作也不累 只需要行刑完就能回家了 原先他师父行刑一次 能拿到一两银子 这已经是普通百姓 几个月都挣不到的钱了 再加上一些犯人家属的贿赂 干一次活就够他一年不愁吃穿了 晚清时期政府混乱 柜子手越来越少 犯人却越来越多 大清倒台以后 溥仪还没有完全退位 而这段时期 简直是柜子手的高光时刻 封建王朝被推翻后 很多人接受了心思想 谁还愿意做柜子手的工作呢 于是邓海山的工资 竟然直接翻了一番 刚开始他只有二两银子 后来直接涨到了四块大洋 四块大洋是什么概念 民国时期鲁迅先生 曾经拿出自己大半生的积蓄 还在银行贷了钱 最终花了三千五百块大洋 买了一套有二十多个房间的四合院豪宅 鲁迅攒了大半辈子的钱 才攒到三千块大洋 邓海山只需要一百次行刑 就能得到四百块大洋了 这还不算收取的犯人家属的礼钱 他的工资已经能够很体面的 跟名流相比了 这无疑让他在乱世之中 站稳脚跟 并且还能过上非常滋润的生活 渐渐的他开始越来越贪心 最终竟然闯了大祸 让自己的后半生都得到了报应 刽子手这个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砍了九十九个脑袋后 就要金盆洗手 否则会遭到报应 业界中流传 杀人过百 断子绝孙 因此很多刽子手 都是在行刑九十九次之后 就金盆洗手了 包括他的师父 也是因此退出了这个行业 在他师父临走之前 千叮咛万嘱咐 一声行刑不能超过九十九次 不过邓海山却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丝毫不顾及师父的苦心叮嘱 这样的高收入 让他无论如何也收不了手 此时他正是最风光的时候 谁会放着钱不去赚呢 于是在这些年间 他还在不停地接行刑任务 一口气借了三百多个伙 挣了不少银子 生活上过得十分体面 只不过邓海山已经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孤身一人 这不免让他感觉非常的孤单 人们本身就对这个行业的人有偏见 更别说他们当了一辈子刽子手 肯定是比正常人更加的冷血无情 哪个好端端的姑娘家 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呢 所以邓海山一直都没有找到媳妇 也没有媒婆敢来给她说媒 民国之后 随着宣统皇帝的倒台 大清王朝彻底宣告破灭 社会迎来了新的时代 邓海山就渐渐的失业了 因为到处都在打仗 虽然民国政府也有犯人 但是枪决已经开始流行 不再需要刽子手了 邓海山一辈子就这一个手艺 一下子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他想去找一份工作 不过一来他也没有什么手艺 二来也没有人敢雇佣他 他就只能每天在家里坐吃山空 以前他收入高 花钱大手大脚 虽然攒了一些钱财 但是在大清灭亡后 却没有改掉大手大脚的毛病 很快就把积蓄给花完了 没有了钱 简直是举步维艰 邓海山只能被迫去刑起 能要口饭吃也好歹饿不死啊 这个时候的邓海山是非常迷茫 毕竟从奢侈的生活 一下子成为乞丐 这样的落差 让他一度无法接受 作为一个封建时期过来的人 他并不能理解现在的新社会 只是期盼着天下能安稳下来 换个新的朝代 换个皇帝 他就能重操旧业了 但是他哪里知道 那个封建社会再也回不去了 晚年的邓海山连个吃饭的钱都掏不出 找不到媳妇 下半辈子就这么孤苦无依 靠着乞讨为生 一直到他过世都没有人在意 最终倒是真的应了段子绝孙的说法 都说行有行规 当初他的师父对他千叮咛万嘱咐 但是他却被金钱迷惑了双眼 假如他听了师父的话 及时收手 趁着年轻去学个手艺 必定不会落得流落街头的下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